美帝就是纸老虎 从新中国建国之初 中国人民就从未惧怕过美国的强大 最可怕的就是 清北顶级高校培养车的人才 被美国截胡 还不遗余力地 献祭破坏祖国的统一大业 清华社士赵通就是其中的代表 为了挑拨台海的关系 刚抱上美国的大腿 就献上了四条毒计 赵通为何要顿走美国 他的计谋到底有多么的毒辣 一篇关于如何阻止 连岸统一的文章 获得了大量的关注 吃瓜网友看过之后 发现署名竟然是一位 叫做赵通的中国人 山巴他的履历 更是让国人恨得牙痒痒 他本说都就读于 中国的顶尖学府清华大学 后来前往美国佐治亚 理工学院留学 而在中国的成长经历 和清华大学的求学经历 却成为了在美国发展的 投名状 毕业之后就进入了 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任职 身为高级研究员 主要研究中国外交关系 和国际突出问题的策略解决 而他盯上的 就是中国的台海问题 高级知识分子 一旦数点忘祖 对祖国的危害将大大的提高 更何况赵通投奔的 是一直将中国视为对手的美国 他深知 两岸人民对于祖国统一的热切期盼 为了帮助新主子在台海问题上拿捏中国 他的计策一个逼一个毒了 第一条就是 西方要想尽办法破坏中国民众 对统一台湾的共识 因为深知 统一是联合人民多年以来的溯源 这一招毒就毒在了想要福的筹心 改变也让人民对于海峡一家的认同感 想通过搞舆论战 煽动民众对统一大业的质疑 进而分化在台海问题上 中国政府与民众的高度统一 借此在中国内部挑起战火 这样就能够分化政府和人民了 这无疑是四条毒解当中 对中国杀伤力最大的一条 其他的三条的毒辣之处也不容小觑 第二条就是鼓吹武统台湾的代价过大 通过不断渲染 连岸统一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连让民众质疑统一大业的必要性 甘于维持现状 进而达到让分化民众 与国家利益的紧密关系 让人民觉得国家利益与自己无关 清华硕士赵通背叛祖国 为美国献议上了四条毒计 每一照都直戳要害 所以说美国强大并不可怕 就怕清北叛徒出手太毒了 为美国提供的第三条计谋就是 渗透知识分子引诱中国学者 深受探讨台湾统一的合法性 邓公在针对香港回归的问题时 就曾经明确地表示 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旦台湾统一的合法性 进入到了讨论阶段 那不就是将中国的主权 交到了所谓的学者手上 美国想要动手脚就非常容易了 赵通正是想要借此手段 将不容讨论的主权问题 变成人人可以非议的法律问题 用心极其嫌恶 而第四条就是 美国采取一切手段 给中国民众洗脑 宣传美国不是中国的敌人 对中国抱有善意 美国在这一方面不遗余力 尽管老美的双标与虚伪人尽皆知 却还是有人认为 美国的空气都是甜的 奴性尽险跪舔美国 而这一类的民族败类 正是美国所需要的 不断地在背后煽风点火 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 吸引更多人跪舔美国 从而动摇民心 达到他们在中国国内拱火的目的 这些根为美国找牙的民族败类 终究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对此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是彤彤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